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央气象局至今,23日晚间8点25分持续对台南发布超大好与特报,有民众在脸书上指出,台南市永康区目前严重淹水,民众出入虚仰赖消防车接送,引起网友感谢辛劳的消防人员。 民众将影片上传至脸书社团爆料公社并指出,当时自己搭乘消防车离开永康区严重淹水的地方,片中可见昆大陆至晚间积水尚未退去,许多停在地势低洼的车辆均被大水淹制挡风玻璃处,消防车所经之处都掀起阵阵波浪,就连路口电箱都难逃水淹。 许多网友看完影片后,都感到相当不可思议,纷纷留言指出车子,房子怎么跑到百合里,这已经不是天灾,是人祸了,不知今晚该如何度过,这水超脏的,简直是在运河里,钱翠在台南或高雄开修车场,以为是做纯实拍摄的影片。